一个冷知识 台湾没有学区房 小孩都是就近上学 冷知识个头啊 鬼才相信这种离谱的谣言 都说了就近上学 你还没有学区房啊 没有学区房这个名词 不代表没有这种东西好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台妹PK 作为一位曾经在台湾 生活了28年的台湾本地人 我的父母呢又恰恰好 都是老师跟教授 虽然啊 没有官方排名的名校 但是呢 一样有所谓的学校排名 让孩子啊 上好的公立小学 公立中学 台湾的父母 一样是想尽各种办法 把孩子的户口 弄进学校的学区里 不管是用买房上户口 还是租房 拜托房东给入户口 你总要孩子的户口在这儿 你才能够就近上学 我的小学在台南市 是一所出名的好学校 我的父母呢 又正好都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而这样的学校 四周围的房价 也比其他地方来得更高 台湾小 人口也少 也没有什么跨省工作某某飘这些事情 全岛的常住人口也就2400万 其中啊 还有好几百万人 其实根本就不在岛内生活 所以啊 不会有那么多争抢资源的问题 要解决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 并不是打破学区房这件事 而是要从教育的根本 教育的资源来下手 抱怨学区房 或者相信羡慕那些某某地方 没有学区房免费教育的鬼话 根本无济于事 好几百万人